这是我的那个花姐的 花姐的电台 我是一个情感节目主持 电台会很多人愿意来打电话 诉说 其实他们真的是要解决问题吗 有的也不一定 有的就是想要有人听他们讲话 静下心来认真的听人讲话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这个也是我之前在做节目 做朋友请听好 电台call in的时候 真正感受到的那份 特别美好的事情 就是当 我们在认真听别人讲话 或者别人在认真的讲出 自己内心想讲话的时候 这是一件很温暖 很治愈的一件事情